说起兵先韩信在排兵步骤上自认第二 恐怕是没人敢称第一吧 不过有一个人却让韩信颇为赏识 甚至是不惜悬赏千金来寻找更以老师之理相待 而在此人的庙地之下 韩信是轻松便将烟齐两国收入囊中 汉高祖三年韩信是不断的攻城掠地 在打了一场又一场的胜仗之后 又与张尔率领数万人马直奔赵国 打算是一鼓作气趁胜 灭了这个和项羽穿一条裤子的诸侯国 而此时的赵王也并不确证 因为赵王有太行山作为天然屏障 在地形上可谓是一手难攻 同时派出陈渝作为统帅 在山中的咽喉地带 仅行口拒绝了二十万大军 准备是以一代劳 是将汉军是一网打尽 虽然此时韩信率领的汉军士气高涨 不过此次是长途跋涉 劳势喜悦 困扰在韩信心头 正是这粮草补给的问题 韩信只能是抓紧时间 速战速决 最怕的就是拖 而赵国的大军当中 有人是偏偏一眼 便看到了汉军的软肋 在主帅陈渝身边叨叨 汉军一路乘胜打赖 风榜是瑞伯克党 但是俗话说 千里送军粮 士兵就得挨饿 做饭要临时砍柴 军队就吃不饱 景兴山路狭窄 战车战马都不能够并行 汉军远道而来 粮草一定是落在后面 您不给我三万人 我抄小路截断他们的粮道 您只需要加强防御 坚守大营 这么一来 汉军向前没人跟他们打 向后又没了退路 再加上军中无粮 不出时便不战而败 困死在景兴的狭道当中 您就等着收韩戏和张尔的向上人头吧 您听听 这个主意简直就是打在了汉军的七寸上 恰好就是韩戏最不愿意看到的 那么这是谁给赵军出了这么一个高明的计策呢 他就是赵国的谋士广武军李佐车 说起这李佐车还真不是无名之辈 乃是赵国名将李牧的孙子 这李牧与白起王俭连坡 并称为战国四大名将 也曾是赵国赖以支撑危局的唯一良将 有李牧死赵国王的说法 而这李佐车可以说是继承了祖父的强大基因 从小饱读兵书战策 爱好军事兵法 长大后成为了赵王身边的谋臣 这个时候他对汉军的处境看得清清楚楚 但韩戏探知到李佐车的计策时 真是警处了一身冷汗 那么统帅陈瑜到底会不会采用李佐车的计策呢 事实上 陈瑜压根听不见李佐车的计策 我听兵书上说 兵力十倍于敌人就可以包围他 超过敌人一倍便可以交战 现在韩信的军队号称数万 实际上也不过数千人 千里西元已经是疲惫不堪 如果现在我们不开战 岂不是让各诸侯吃下我赵国胆小反过来攻打我们赵国吗 因此某足了劲也要打 再说 韩信听说李佐车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心里这块悬着的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于是大胆的领兵进入井行辖道 并在离井行口30里的地方扎下营来 到了半夜 韩信亲自挑选了2000人 命人各自带上一面汉军旗帜 从小路上山迂回到赵军大营的后方埋伏起来 叮嘱道 一旦赵军清朝而出 你们就趁机冲进赵营 拔掉赵军的旗帜 换上汉军的大旗 又传令开饭 让士兵吃了些简单干粮之后 马上向井行口进发 并夸下海口 等今天打垮了赵军再正式会餐 这将领们一听都直犯迭雾 心想着 这可是20万的赵国大军 怎么能这么快就结束战斗 但统帅这么说 也只好附和着说 好 韩信又安抚道 虽然赵军占据有利地势 不过只要没有见到我们主帐的旗帜仪仗 赵军是怕打草惊蛇 是不会主动攻击先头部队的 因此先派了一万士兵为先头部队走出井行口 果然没有受到任何的攻击 顺利在河边 背靠河流摆开了战斗队列 赵军远远望见韩信竟然背水裂阵 这可是兵家大计不觉大笑 更觉得是胜权在握 天亮之后 韩信下令开始雷战鼓 只见将棋和仪仗 在隆隆的战鼓声中走出了井行口 赵军一看 对方的主帅都出来了 那就打吧 这才冲出了营来 两军是混战在了一起 不久 汉军假装溃败 丢盔卸甲 逃向河边的营地与先头部队会合 陈瑜以为胜券在握 下令全军出击冲杀上来 而此时的汉军 前面有河流后有追兵 已是无路可退 未求出路 只好与赵军决意死战 汉军士兵是奋勇杀敌 各个争先 双方厮杀半日 陈瑜一看 一时之间无法击退汉军 准备收兵 可没成想 赵军汇营却发现 自己大营里的骑士 全部都被换成了汉军的 以为军营以为汉军偷袭占领 顿时是军心动摇 阵脚大乱 赵军纷纷入荒而逃 而背水一战的汉军 则在韩信的带领之下 从后面追击赵军 两千名伏兵也冲杀出来 两面夹击 结果是赵军大败 陈瑜战死赵王被俘 果然 如韩信所说 战争就打了半天 赵国便被平定了 这就是韩信著名的 背水一战和破赵会时的故事 汉军回营是大百清功宴 九席宴上将士们向韩信请教 这兵书上说 要背山面水列阵 这次我们是背水而战 捐打胜了 这是什么战术 韩信笑了笑说 这兵书上还有句话 见之死地而后生 治之王帝而后存 只是你们没有注意罢了 我率领新兵打仗 就像赶着一群乌合之众一样 只有至于绝境 他们才能够为自己的生存 是英勇作战的 如果哪怕还有那么一点退路的话 他们早就跑了 不是吗 大伙这才恍然大悟 佩服韩信不仅用兵灵活 而且是洞悉人心 从此对韩信是奉过神明 陈瑜不听李左车的话 结果掉了脑袋 那么这是李左车在哪呢 原来早就预感到大事不好的李左车 这时早已是脚底抹油 跑的是无影无踪 而韩信知道了李左车是难得的人才 为了能够得到李左车 不惜悬赏千金 在这么高的赏金之下 哪有逮不着人的道理 没多久 这李左车就被人五花大榜的送进了军营 韩信也没有食言 当场打赏给那人千两黄金 然后赶紧亲手为李左车松绑 请他是面东坐 自己面西对坐着 就像对待老师那样对待他 在古代 坐西朝东的位置是最尊贵的 可见韩信对李左车是非常看重和尊重的 韩信开口被向李左车续心讨教 我打算向北攻打燕国 向东讨伐齐国 您觉得我怎么做才能成功呢 李左车一听 赶忙推辞说 打了败仗的将领 没有资格谈论勇敢 亡了国的大夫 也没有资格谋划国家的生存 如今我就是冰摆国王的俘虏 哪有什么资格商议大事呢 韩信赶忙说道 我听说白里希在渔国 未能挽救渔国的灭亡 而在秦国却能让秦国称霸 这可不是白里希在渔国愚蠢 到了秦国才变得聪明了 而在于国君是否任用和采纳他的意见 如果陈渔当初采纳了您的计谋 想我韩信早被生秦了 正因为他没有采纳您的建议 我才能有机会坐在这里向您请教 我是诚勤诚意的想听从您的计谋 您就别再推辞了 李左车见韩信如此的诚恳 也不由的深受感动 开口打道 我听说智者千律必有一诗 这愚者千律必有一德 俗话说 狂妄的人所说的话 圣人也可以有选择的听 只恐怕我的计谋不足以被采用 但我结成效力 而李左车的独到见解 也让一旁的韩信听得入神 在李左车看来 楚汉争霸 如果汉想赢楚 就必须拿下燕国和齐国 否则是胜负乃分 而要想拿下齐烟两国 也并非一事 虽然汉军连打胜仗 威名远镇 能让燕国的百姓 闻风而炬 无心耕种 而只专心前线的战况 不过 汉军的将士们 是连日行军征战 早已是身形俱疲 发动疲惫之势 攻打燕国 只要燕国顽强抵抗 在坚固的城市保护之下 恐怕汉军短时间之内 也无法顾客 时间拖得越长 汉军的弱点 就会暴露无疑 威势便会减弱 旷日持久 粮食耗尽 而看到一旁弱小的燕国 都不肯降服 齐国一定会聚守边境 以图自强 而燕齐无法降服 那么楚汉双方的胜负 就很难断定 李左车紧接着说 以我之见 攻燕伐齐是实测 既然如此 那还怎么办 李左车回答说 如今为将军打算 不如按兵不动 先安定赵国的社会秩序 扶去阵亡将士的遗孤 方圆百里之内 每天送来的牛肉美酒 用于犒劳将士 摆出向北攻打燕国的姿态 然后派出说客 拿着书信 税降 燕国必不敢不从 燕国顺从之后 再派说客往东劝降齐国 齐国就会闻风而降 到时候无论多么睿智之人 也无法替齐国出谋划策了 这样夺取天下的大事 都可以谋求了 用兵本来就是有先虚张声势 而后采取实际行动的 我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果不其然 这韩信没有看走眼 李左车对楚汉争雄的大事 以及韩信的优劣士 都看得清清楚楚 分析的是头头是道 韩信马上采取行动向燕国劝降 这燕国也真如李左车所分析的那样 立刻就投降了韩军 对齐国虽然经过了一番周折 但最终也被收入囊中 事实证明 韩信这个老师没白任 李左车是恩惠病举 用和平的方式 解决问题是非常正确的 这除了他有非凡的军事才能之外 同时也与他熟悉当地的情况有关 由于燕齐两国比邻赵国 三国之间长期是彼此蒸发 李左车对症下药 用最好的方式 把这场战争消灭于无形 而这事也让人看到 韩信不仅是公认的军事天才 更是有虚怀若骨的境界 化敌唯有的心胸 知人善用的智慧 正如李左车所说 智者千律必有一失 愚者千律必有一得 论谋略 李左车很难超越韩信 但在特定领域 却有他明显的优势 李左车献祭 拯救一方百姓 免于战火的功德 使他在民间 有着很高的声望 据说被尊为保神 或在聊斋之以保神中 还记述了 他将冰雹与张秋 若曼勾取 而不伤庄稼的神奇故事 好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